正式焦點 立法院任會在今天繼續審查 國會職權相關修法 民進黨團綁白頭巾大喊 國會已死 藍營也帶上了護具 密錄器 更把主席台後方的兩個大門用椅子堵死 朝野再度爆發衝突 經過午休時間 一場炮火還是沒停歇 下午剛開議 藍綠就爆發推擊 不跑分 就想開放 不跑分 就想開放 民進黨團一再抗議 沒收發言 停止討論就是黑箱 但無奈票數還是投不過藍白 法案過不了 頻頻提散會動議 也都被擋下 立院再選國會職權相關修法 早上七點一到 一場大門第二回合又開打 為什麼不能進軍啊 民進黨動作家國異 為什麼不能進軍啊 民進黨立委蔡逸宇 把藍尾 林沛祥撂倒在地 一旁黃建豪也難助陣 但最後藍白還是成功佔領主席臺 仍然穿戴好護具 再把主席臺後方兩個通道死死堵住 全力護駕韓院長 宣防又被綠營攻破 我們國會打架打得頭破血流 超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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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說完 藍綠臺上台下口號大戰 但這回除了舞鬥各陣營意外 有默契的都加強空戰 這直播還不夠典禮 不僅民眾黨團總裝黃國昌 藍委吳宗憲也在議程內全程開啟直播 講解表決狀況 藍綠 立委們也都在各黨團臉書 接力直播宣講開炮 戰略主席臺的不是國民黨 也不是民眾黨 是習近平 你們已經是賣台集團 朝越嚴重對立 攝影攝關官員反質詢的修正草案 在野黨還是藉著人數優勢完成二讀 週二院會也確定延長到晚上12點 藍白立拼完成聽證調查權審議 攻防戰場繼續開打 接到網友陳台北採訪報導